哦 明朝 明朝竟然没飞 我去 8月26日 2024年8月26日下午的18点16分 明朝依然接停在200名魂丝不动 200名依旧没有飞王 大明王朝这是到了什么时刻了 竟然还能在死守200名啊 感觉今天半夜应该就会掉 现在不掉 今天半夜应该就会掉 早晚的是200名保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大明的江山已经危如磊乱 现在已经是南明了好吧 现在明朝的话就看他那个守暗人了 下班没守暗人 下班的项鲤鱼我感觉 开了吃可能连保单都上不了 他这次掉下去再想杀上来就很难 现在明朝已经跟少贤二做一桌了 你别看少贤二 少贤二内后王 真内后 现在少贤二那边是全盘赵丹学陈北 说是反响还挺好的你别说 现在少贤二已经是纯麻辣了 我看他那个宣发 基本上就是陈北怎么搞 他还跟着怎么搞 这明朝已经麻辣了呀 现在不已经麻辣了 这还不够麻辣吗 对对 只是1.0开服不麻辣而已 应该1.1龙凤双组合 这还不够麻呀 包括本期的这个折制剧情还不够麻呀 这韩强怎么再能麻呀 这男主都成了 都不是龙老天的 都成皇帝了 这再往上已经没有逼格给他装了 已经到顶了好吧 他还怎么麻 麻不了了 到顶了 已经顶格了 对啊 这国外飞的比国府早多了 国外早都飞了 连那个最坚挺的韩国也早都飞了 那元神也没下多少呀 对吧 最差也就70来名 这这三百梦还往上升了呢 现在已经 本升到50多了 对吧 人马上5.0 对吧 又要再创奇迹了 对 说不定又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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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天不看看 刚发了一千元史 看龙游战上 元神还提名了 什么最佳移动游戏 还是怎么着 又发了一千元史 大家又都感恩戴德 现在 现在元神又已经复苏了 好吧 我看他们起的标题 崩坏救救铁道 绝区 绝区龙无功而返 对吧 大奖竟然颁给了 那个二次游戏 最近很火 那个鸡爪流不要停啊 对吧 米哈游真的完蛋了 对吧 绝区龙崩坏救救铁道 颗率无收 大奖竟然颁给了 那个二次游戏 崩铁48 元神55 元神还在上升 元神还在上升 这就是元神的实力 绝区龙也不好看呀 绝区龙啊 绝区龙125 甚至在银行师后面 这加起来还不如人 飞头狗狗 人飞头狗都82 哎呀 陈白禁区145 明日方舟161 这个崩铁已经出发吧 蟹条小狗已经打了 OK 马上被麦芬蟹条小狗所斩杀 绑单前三 一次还认得老三 三大哥 我去金蝉蝉都上来了 金蝉蝉都杀到第四名了 李佛 现在已经 不是三巨图了 四巨图 前四都被人家企鹅包园了 王者 帝下 金蝉蝉 和平 老是叔叔的三国 谋定天下 哎 哎呀